好先跟你说就是这边的先请大家安装这个epic 那epic本来是就是买游戏用的 但是呢为什么要请你做这件事的原因是 你要先装这个unreal的5 当然你要装4点多也可以 上课大概是讲5啦 所以unreal engine要装 可是装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有个连结 这个连结在 诶我是不是跑掉了 这个应该是点这边吧 他应该会开网页浏览器 到这里了 他现在很慢的原因是因为正在下载unreal 5 那你要先申请一个账号 你要申请一个epic的账号 所以你才能够登录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这件事情 这个网址我先贴给你 复制 然后呢你要下载的时候怎么下载 你看这个往下走 有一个地方是 获取unreal 5的抢先体验版 那为什么我不讲4.26 因为其实unreal 5 其实跟4.26差异性有点大了 所以 我贴在摄盘里面 那他这边呢 就是在刚刚那个网页里面 你按这个按钮 他就又会切回这个epic 然后你就下载unreal 5 那为什么要装这个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一个我们游戏引擎打算讲unreal 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做电影电视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合成 那第二个其实是他的 他现在可以做的东西可以很大很大 可以做那种3a game 所以就是我们大概就不讲unity 因为unity其实能做的东西比较 他比较适合做比较小的东西 两个不太一样 做影视的话跟游戏 其实我觉得unreal他可以做比较大的东西出来 然后再来呢 为什么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quixel 为什么一定要装unreal的原因 是因为你装了以后才可以获取一个免费的使用权 就是这家公司的一大堆3D模型 3D材质 你可以直接拉到游戏场景或者你做动画 做游戏通通都可以 这叫megascan 那现在画面很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装unreal 跑的 蛮快的 可是这样子以后就是要讲的时候都快要下课了 呵呵 那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模型 这个就都免费的 你可以丢到blender C4D Maya DDSudio Max Unity Unreal 那还有一大堆材质 你可以看到这一拉进去就几乎就是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就是要装unreal 你装完unreal以后才会有 这些免费的东西可以用 所以为什么要装unreal的原因是这样 ok吗 那我们做游戏的美术 其实还是要把东西丢到游戏引擎 所以你今天就先 然后这个Quixel 我已经帮你装了 所以你Quixel Quixel 不知道今天讲不讲得到 他这里就是一个bridge 所以你也可以装一下 还有blender blender 你也可以灌一下 但是我说实在 我不知道今天可以讲到哪里 因为第一个 你应该现在要先做的是 是申请EPIC的账号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 就一大堆软体都支援了 非常厉害了 好先这样吧 画面还给你 趕快申请EPIC账号 然后开始装EPIC 先EPIC要先装 然后才申请账号